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 證明有很多黃人排隊說要買破爛報泰 就有爛報泰的前員工來過大爆料 說到爛報泰這間公司的前世今生實行要爆他大禍 就說到爛報泰那幾個老闆其實一邊賺黃人錢 另一邊就是打內地市場 就呼籲那些買破爛報泰的人快點醒來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回頭看看 再之後就是立法會秘書處爆出一宗驚人的開支 原來那四個被DQ的議員和玩集體總辭那些攬炒派 他們一群人合起來可以獲得一千三百三十二萬的約滿酬金 另外正值病情期間政府為了獎勵公務員 就拿了二億四千六百萬來請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去旅行 這兩件事一出了之後就令到很多市民不滿 說到爲什麽那些錢不拿來救助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們回頭看看 再之後就是那些黃人集體杯葛安心出行 其實已經不是今天的事了 但直至到今天他們的行為影響真的非常大 究竟他們這一種行為怎樣害死香港呢 我們回頭看看 最後就是要踢爆獨國這份報道 獨國最近不斷出一些新聞 表面上就好像某些國家非常不喜歡中國 就企圖製造一個假象 這個假象就好像全世界的國家都不喜歡中國 想圍堵中國一樣 究竟我們要怎樣踢爆它呢 我們回頭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我們就要說說爛暴態的前員工大爆這個爛暴態的內幕 以下的內容很多都會用到待遇 免得有些人就發爛閘 因為我們踢爆了它 這件事就在黃人討論區找出來的 而整件事也引起他們的熱議 事不宜遲立即說一下 這個前度爛暴態的員工究竟怎樣說 這篇報道就來自於他們爛暴態的前員工聯署 亦即是不單止一個人說的 一開始就說到他們這班爛暴態的舊員工 曾經都很相信這間公司 亦都相信這個老闆 亦即是姓林那位 都相信他是一個同路人 因爲爆料的這班前員工其實都是一些黃人 所以他就認為他們的理念和老闆是一樣的 可惜的就是他們加入了這間公司後才發現 原來老闆不斷精心拆劃一些大型的公開公關數 他明白到這位姓林的老闆有一定的人氣和光環 對著外面這位林姓老闆就不斷用一些善情的伎倆 來騙那些黃人的錢 把口說香港人要加油 實質是吃兩家茶禮的 不單止這樣 對著公司的人就經常惡言相對 而且知道一些內情的員工 或者一些比較資深的員工 這位林姓老闆就由於知道你知道的太多 通常這種人都是會被炒或者自動讓你辭職 所以他們這些老員工經常都擔心 隨時有一天就會被炒 當然這群爆料人已經被炒了 所以就來個大踢爆 這班舊員工很想提醒那些買爆難報態的人 就說到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場鬧 背後就由幾個人去策劃 首先就是林姓老闆 還有一個他的拍檔叫彭鵬 包括還有林姓老闆的老婆 我們就叫做泰寶怡 首先我們要說的就是 爛暴態只是整個集團的其中一部分 而爛暴態就負責做前線的零售 負責對著黃人 他背後還有一間武公司 這間武公司我們就姑且稱為青邁草藥貿易公司 而這間青邁草藥公司就負責採購和批發 聽到這裡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蘭暴態後面有一間武公司負責採購和批發 都是一般做法 當然就不是這麼簡單 實質在爛暴態這間公司出名之前 他們這三位合夥人 即是林景北、彭鵬 和林景北的老婆泰寶怡 他們一直都是用著青邁草藥公司做生意 而青邁草藥公司之所以發跡 就是因為一隻面膜而起家 自從引入了這種面膜之後 青邁草藥公司分別銷售到天貓、唯品匯等內地網絡停台 在做起一隻產品之後 他就繼續引入一些內地的品牌 不過他們通常會將這些內地的品牌 打造為泰國製造 然後再重新包裝 或者用一些假的紀錄就辦到由泰國運到香港 其實有時這些運單裡面的只是空箱 完全沒有餡料 不過就憑著這樣的伎倆 青邁草藥公司終於賺到第一桶金 而且生意還越來越旺 在這個時間其實爛暴態都是一點都不出名 還可以說爛暴態 就真的是一塊爛暴 完全是賺不到錢 只有虧錢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爛暴態就上來了 當然就是由有政治事件開始 林景北說 如果要將爛暴態變成靚暴態 就一定要加入政治色彩的元素 既然爛暴態的母公司是在做內地市場的生意 也代表了如果他們整個集團要吃兩家茶禮 爛暴態就要變身黃色 因此林景北就將爛暴態打造成一間黃人專門店 而且行為還越來越出位 爆料人還說到每次爛暴態都被黃人買爆的時候 大家能否發現之前都會有爛暴態的新聞出來 如果細心一點的人就會留意到 其實都是他老闆林景北做出來的 就例如好像這幾天黃人要買爆爛暴態一樣 都是有一宗新聞先走出來 然後那些市場就會來 明明林景北就說到要和黃人齊上齊落 實質原來他背後的公司由發職到現在都是主打內地市場 他就表示很失望 而且還帶爆了林景北背後一些鮮為人知的真相 例如林景北曾經說過 他說最不相信的就是香港人 林景北和他的拍檔彭彭 每次在社交平台的post都是他兩個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 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怎樣用情緒來帶動生意 所以他們每個社交平台的post都是想盡方法怎樣賺盡黃人的讚好 並不是真心為了那些黃人著想 相信大家經常聽到林景北在傳媒面前大喊香港人加油 這個也成為了他的口頭禪 因為只有繼續這樣做 再加上有一宗新聞的話 就可以令到那些黃人買爆爛暴態就像這次一樣 而且這位內部員工還說到 大家還記不記得612那些黃人搞的大罷工 其實蘭暴態那時候表面上就好像很支持這件事 實質上那天蘭暴態的所有同事都是要開工 不過就不是在店裡幫忙 而是回到總公司那裡去做training 實質上都是要開工 而且爆料人也說到 蘭暴態最說為人知的就是在病情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要派口罩 而且這宗新聞全香港人都知道 那時蘭暴態做到一個形象 就好像濟世為懷一樣 實質上就是蘭暴態老闆當拿到這批罩的時候 本身林景北和彭鵬是想著拿很高的價錢 去賣了這批罩 因為當時全香港都在撲罩 而且他們這兩位老闆也商量到 那些貨物都在我手上 不趁現在賺錢 就等什麼時候呢 但是經過多次討論和高層開會之後 這兩位擅長玩公關的老闆就覺得 這樣賣法可能會有公關災難 想想都是不好 不如這樣吧 我就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去做一宗大新聞 等到所有人都當我是英雄 到時等人再光顧我賺錢 那豈不是更好嗎 因此經過他們的決定之後 蘭暴態就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去出售這批罩 製造一個濟世為懷的形象 當然這位內部員工也踢爆 其實他們當時拿回來的那批罩 很多的質量都是不合格的 所以他們就把這批罩的那個盒扔掉 因為不見得光 然後拿出來的罩 再分批獨立包裝 這樣賣 這樣就沒人知道他們這批罩是來自於哪裡 質量合不合格 當他做了一宗又一宗 具有宣傳效果的生意之後 林景北又看中了一個機會 作為宣傳達人的他 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宣傳自己店鋪的時間 大家還記不記得之前 毒果大樓曾經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 而被大舉搜查的這件事 林景北也看中了這個機會 他知道那些黃人為了撐毒果 大手賣入他的股票 而林景北當時有兩條路簡 第一為了撐肥佬黎做宣傳效果 他要麼就在自己的店鋪買了很多毒果日報 第二條路就是不如索性買他的股票 假裝撐他 但經過林景北精深的盤算之後 他知道黃人這期正在炒蘋果股票 所以他就索性買入毒果的股票 好過賣的報紙 因此可見林景北這個人 完全是沒有立場 只有金錢掛稅 好了去到後期一點 爆料內部員工就說到 好像他們這些做了這麼久的人 其實一早就已經走了 走不是因為他們決定要離開公司 而是林景北他知道這些舊員工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要他們自動消失或者直接炒他們 而林景北對外宣傳的時候就說到蘭布泰 是一間很開放的公司 在這裡工作的員工個個都很開心 只要立場一致他都無任歡迎去請這些員工 實質上完全就不是這回事 林景北平時就要他們的員工全日後命 就算收工之後到凌晨時段 當收到公司短訊的時候都要立即回覆 而且這些員工一般來說OT到10點多都是很閒的 當有員工在凌晨時段不回覆林景北的訊息的時候 林景北就會大發脾氣 就表示到你們這些員工不是打算下班就不用工作 不用回覆訊息的話 當然有些員工真的睡了覺是不能回覆的 而林景北這個時候就會說 如果你再不回覆訊息的話 你就自己退出群組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什麼意思 而且當在公司面對面的時候 林景北也經常對著公司的員工說 我的公司同事很交叉費 但對著媒體的時候說到自己有很重的責任 要養活自己的團隊 這些內部員工尤其是做得久的那批 當聽到林景北這番說話 簡直想形容到會作嘔 至於為什麼這個內部員工說到 他這次要搞個大爆料 就是因為實在看不過眼 林景北一次又一次利用傳媒公關手段 利用顏色欺騙那些黃人去到買爆爛暴態 最後他也舉了一個例子 老闆林景北經常都說 因為他自己什麼都不怕經常出來表態 就說到不怕被警方執法 還說到要留在香港 要跟香港人共同進退 如果他打算離開的話 就一早買了機票離開 但實質上林景北一早的護照就被人收了 這個留下的決定根本就不到他話事 所以這個人完全是表裡不一 只是那些黃人在盲撐 聽完這個大爆料之後 很多黃人就說到這個員工大爆料的聯署是不會相信 縱使爛暴態的母公司青米草藥 可以由發跡到現在 都是因為內地市場 但是那些黃人一於少理 因為事實是會令到他們非常不舒服 從買爆爛暴態排的隊 大家都看到 這班人就好像一般的黃人一樣 根本就是行屍走肉喪失理智 最近有很多關於公帑使用的新聞爆了出來 令我們市民聽到 哇真是蟹人聽聞 首先就有立法會的秘書署爆出 大家還記得 DQ四人組是否是其中一個剛剛爆已經原來身處加拿大 那件事牽連出來有19名議員一起在做秀 玩總辭 原來他們整班人夾夾萬賣 都能夠獲得一千三百三十二萬的約滿籌金 那整班人一起去反政府 一起去玩總辭 這麼精高 那應該這些我們在行內就叫自己辭職 自己辭職其實是要補一個月糧的 不應該是政府給他們錢 為什麼會現在還有這個約滿籌金可以收得到 還成千多萬這麼多 這件事簡直是離譜 而反觀我們以前一些搞事分子 例如梁仲恆和尤愛禎 這兩個人他們因為起宣誓的時候要放大龍鳳 要博表現 就在亂說話 導致他們沒有這個議員資格 他們是自己拿來的 但是他們兩個人各自都收了93萬的發放籌金 那當然他們DQ了之後這筆錢是要收回來的 到底今時今日收不收到 其實是收不到的 梁仲恆大家知道他去哪裡了 去了投靠傅爸爸去美國 他就已經申請了自己要破產 那就一定收不到 尤愛禎到底到底還了多少呢 不知道 但是據這個新聞我們做資料 發覺是他還未收得到 然後還有長毛梁國雄 還有長毛梁國雄 他就可以用這個議員的預支款項 就拿了275萬 那到現在又是追不到的 問題是追不到的過程中 所需要花的訴訟費就已經用了140萬 你說這件事多不合理 不過不合理使用公帑的事情 還陸續有來 最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表示 最近政府預留了2億4千萬 再說一次是2億4千萬 就給2千5百個公務員去旅行 他就說原來公務員一直有這個長期優良服務 公費旅行獎勵計劃 而這個獎勵計劃是屬於他們的政府的行常開支 這個計劃就令公務員有這個去旅行的津貼 大概每人分到多少呢 大概就是例如有一個公務員 他最多可以帶一位親友一起同行 而他們兩個人合起來就有5萬5千元的補貼給他們去旅行 表面上就好像很合理 但其實大家細心想想 今時今日香港是什麽情況 這兩年發生什麽 全世界的經濟環境是什麽情況 香港現在中小企 零售和飲食 個個都叫苦連天 如今香港經濟低迷 苦海求天 大家的心情是多麽辱酸 這個時候你給2億多的公務員旅行 而在這個經濟逆境下 公務員就是最受保護的一群 最不受影響 市民在這樣的公帑安排之下 市民怎麽會沒有怨氣呢 今天說起市民 到底我們自己又有什麽幫助呢 相對之下就比較少 最近就有5千元的消費券頒發給市民申請 5千元的消費券在暑假就可以申請 但是跟以往不同 不是直接打錢入戶口 是用這些電子消費平台來獲取 每個月只有1千元 對比公務員 兩個人同行 兩人乘行 可以有5萬5千元去旅行 可以說是小無見大無 這四個支付平台就包括 AliPay 香港 八達通 大家經常用 還有一個 WeChat Pay 微信支付 但是記住是香港版 不是中國內地版 還有第四個叫做Tag&Go拍照的支付平台 這些全部都是電子支付平台 唯獨是八達通就是把卡可以使用 另外那三個都是用電話進行的 但是這樣 之前黃人說不用八達通 怕他們自己的行蹤被人知道 不是 黃人的討論區現在很熱烈地說 如何拿錢和如何拿錢 將它變換一些可以拿著的錢 可以留在翌日用 黃人討論區有很多各種各樣各式各樣的建議 教大家如何快點拿錢和快點使用 如何精明地使用 那就是為了拿這幾千元 就可以連本身說杯葛的八達通都照用 所以有錢在面前拿了先說 這些黃人本色一點都不奇怪 就好像蘭布泰原來是靠中國市場起家 也是不奇怪的 那時次的消費券安排對政府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總共這個計劃會派360億 在香港的大眾去刺激消費之餘 亦都可以鼓勵很多商鋪使用電子消費平台 而很多商鋪如果你想安裝電子消費平台的話 有關的器材和安裝費一路全面 就是配合這次的計劃 還發窮惡 各位香港市民都應該知道 現在病情時期 去餐廳吃東西應該遵守一些規矩 例如量度我們的體溫 然後再掃上安心出行的馬 但是有一堆黃店為求做生意 但是又不想遵守我們香港的法例 在他們營運的時候 這些措施形同虛設 近日有記者去明查暗訪 發現有一堆黃店 我這裡也開了他的名字 例如有些搬龍門的冰室 有些全家都不光榮的冰室 還有前立法會議員飛機豪友粉投資的 一天三餐都在監倉搞定的餐廳 這些黃店繼續抹黑我們安心出行的APP 而且對我們政府的防病措施 採取三筆政策 這三筆政策就是不量度體溫 因為他是冷血的 沒有體溫量度不到 其次就是不數碼 倒退到股市 沒有數碼年代的時候不數碼 第三就是不填資料 因為他們自己的身份覺得不見得光 這些我們一向都知道 因為有些黃店會去玩東西 但是最過分 竟然有些黃店在他們門口大大隻字 貼著說要背過安心出行 即是擺明和政府作對 擺明違反防病的措施 還要玩東西玩到 拿個假的二維碼出來 給食客去奪 真的當了每一天都是愚人節的玩 據資料顯示 有兩間黃店很過份 我打算在這裡打開他們的名字 一間不是香港仔 是叫做越南仔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開的 可能是河和黃之鋒的朋友開的也不一定 另外一間位處大圍的就叫八尾村 其實聽過村字就知道你做村菜 做村菜就是做中國菜式 你這麼不喜歡中國 那你又做村菜? 那這兩間公司就除了公然違反我們的防病措施 他們就是大大張畫紙貼過假的安心出行數碼出來給人措施 就是愚弄點食客的這兩間店 而且以上所說的黃店 就算食客直行直過 沒有數碼沒有填資料 沒有量度體溫 他們都一律不會干預 因為從他們門口的文宣都寫著 不斷屈我們香港政府 就去拿他們的個人資料 現在病情的第四輪就差不多完結了 我想各位香港市民都不想有第五輪 一旦真的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怎樣去追查 完全幫不了社會 我們現在防病其實就要不分顏色 不分大小 各位香港市民都有責任 所以政府以及相關部門 一定要去到尤其公然張貼著一些假而為馬的店舖 那裡強力執法 再之後就是有些媒體例如獨國 這些媒體經常小題大做 來營造著一個氣氛 好像全世界都不喜歡中國一樣 就拿最新一單的新聞來講 獨國那裡講到土耳其用另類的方法 來反擊中國的外交部 那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有一些土耳其人 在中國駐土耳其的大使館前面 畫了一個洞 這個洞應該在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的一些必經道路上 獨國就說到 好像全部的土耳其人 就特意去畫了一個洞 而畫完洞之後還要鎮臂高呼 實質上其實走去畫這個洞的人 只有三幾個土耳其的民室分子 而且也借用著之前中美議議峰會的時候 楊潔篪主任說過的一句說話 就改編來做新聞 他說到中國外交部這期好像越來越有立場 因此刺激了土耳其人 而土耳其人也回擊一句 土耳其人也不吃這一套 很明顯這句說話 就完全是一個中文的作法 當中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了土耳其人有這麼說過 而實質上就在前幾天3月25日 土耳其的總統艾爾多才見過王毅 土耳其的總統艾爾多在接見王毅的時候說到 他總統本人打了中國苗苗 用實質的行動向土耳其的民眾 和全世界展示中國苗苗是安全和有效 而且土耳其政府也非常期待 大家有多些合作 例如是推動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中間走廊 以及一帶一路計劃 雙方也說到 在5G、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數字經濟等高新技術 接下來要多些合作 而合作的項目也加大了投資 實行互利共贏 事實上兩則新聞非常大出入 很明顯就在土耳其總統 熱烈請到我們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大家說過這麼多合作之後 獨國轉過頭就會出一篇新聞 就說到他們土耳其民間其實和政府的立場不一樣 這些也是典型西方所用的文宣 其實整個方法和林景北有點相似 都是不斷製造一些假消息 令黃人相信 再說另一則新聞 我們之前也說過 我們的遼寧艦航空母艦戰鬥群出了西太平洋做訓練 也說到今次航空母艦戰鬥群有兩個亮點 因為在航空母艦旁邊的護衛和補給艦都是全新製造 有很強大的戰鬥力 因此非常值得關注 而獨國怎樣柴台呢 獨國就說到今次出了西太平洋訓練的遼寧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就被美國的艦隻跟蹤 而且美國的艦隻還拍了一張照片 拍到遼寧號 然後找了不知道什麼軍事專家 就表示美軍驅逐艦上的人去拍遼寧號這張照片的時候 神態和氣氛非常輕鬆 也證明到美軍已經充分掌握中國軍艦的所有行蹤 因此獲得這麼輕鬆的神態 來到接近遼寧艦拍這張照片 整件事都挺好笑的 首先解放軍去到西太平洋進行訓練 那裡就是公海 基本上有什麼船出入都是自由 我們就不像美國佬那樣那麼兇 既然那裡是公海 你喜歡出現的就出現了 至於你隨便拍照我們都是阻止不了你的 怎能夠從一張照片說到美軍當時氣氛輕鬆 而從這個行為說到自己充分掌握中國軍艦的所有行蹤 完全就是你自己作上去的這些事 倒不如你反過來說 我們解放軍之所以被你這麼近拍照 就是因為你就算觀察完整個訓練過程也沒用 因為到時如果大家動手上來 讓你知道怎樣做又怎樣 就正如我們經常都在電視或youtube看到 那些美軍的戰鬥機升降一樣 都拍出來的 知道這樣又怎樣 夠不夠打才是重點 所以你想來拍照就讓你拍照 其實美軍是不需要來拍照的 格仔我自己經常都在不同的媒體 都看一些解放軍公開拍出來的軍事片段 當中很多都有航空母艦的升降和訓練片段 那如果照著獨國的邏輯來說 格仔經常看這些解放軍訓練的片段 不單止了解解解放軍的動向 甚至連參謀部長都做得 所以說一些黃媒類似獨國 不過立場新聞這些媒體 他們做出來很明顯 就是給一些偏頗的黃人去看 因此大家不要相信 看了一個標題 就好像看到全世界都要圍堵中國 都不喜歡中國人 其實這種工作和思想滲透 也是黃媒主要的工作之一 大家千萬不要被騙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結束之前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 拜拜